其人节前夜,我忍不住给前妻发微信 手机屏幕一亮,我记不纯生 我和我前妻是在大学期间所认识 那个时候我和她是同班同学 她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人长得很漂亮,成绩也很好 那时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男生都在追求她 而我却是最幸运的那个人 有一天在放学的时候,我约她一起出去吃饭 在那天晚上,我就向她表明了我自己的心意 却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 这让我觉得很是开心 于是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一起去上课 放学后,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散心 时间久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于是就把双方的父母约出来见个面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当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我的母亲她竟然不同意我和前妻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母亲觉得我们家是住在城里 虽然我前妻和我的学历都是相同的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所在的城市不同 门不当,户不对 毕竟他们家也是农村的 和我们家不符合 于是没办法,我就和我父母说 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和我前妻结婚 那么今后我就不会再去娶其他的女人 当我父母听我这么说的时候 就立马统一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随后我前妻他们家人竟然跟我们家 要了二十万财以前 因为他们农村都有这个习惯 如果不给这个钱就说明南方不注重的地方 而我的父母他们压根就瞧不起我前妻 于是就给了五万块钱作为彩礼 没办法,我前妻家里人也就妥协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终于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们两个人生活很幸福 因为我是家里面独生子 所以我们结过婚之后就和我的父母居住在一起 而我的父母也觉得既然他已经嫁到我们家 就要像一个媳妇的样子 我觉得父母说的很有道理 毕竟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辈子 早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而我的前妻也非常通情达理 每次下班回到家之后就会立刻去做饭 这让我觉得自己娶了一个好的老婆 可是每次我的母亲都看不惯她 觉得我前妻做得不到位 总是会挑她的理 但我前妻从来不会去和她计较 有一次我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钱包不见了 于是她就怀疑是我前妻偷的 然后我和前妻正常了起来 我妈妈对我前妻说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前妻却说 不要觉得你们家有几个钱 就可以看别我们这些农村人 我们农村人其实并不比你们城里人差 就当我前妻说着说着 我的母亲突然给了她一巴掌 她就非常生气 于是在那天晚上带着行李箱就回去了 第二天我原本想去我丈母娘的家 把我的前妻找回来 可是我的母亲她根本就不让我去找 她觉得这种女人 就算把她找回来了 也会再次离开我的 没办法 我只好听从母亲的意见 没过多久 我竟然收到了我前妻拿来的离婚协议书 我根本就不想和她离婚 可是我的妈妈竟然和我说 如果不和她离婚 她就会死给我看 没办法 我只好同意了和我前妻离婚 离婚后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离不开她 于是在七夕夜那天 我给我前妻发短信 想要再次把她争取回来 可是这时我竟然看到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打开手机一看 原来是我前妻给我发来的短信 她说这辈子她和我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她很后悔把第一次给了我 并且发誓 今后再也不要和我遇见 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内心非常难过 对时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窝囊贝 听了母亲的话 就害了我自己一辈子